邊說網邊抱怨 因為仔細看 拉上來的漁網 都變成這副模樣 身材器具 遭到海上漂流貨櫃破壞 讓漁民苦不堪言 這鬼禍首就是這些漂流貨櫃 因為不留級的天使貨輪 在高雄外海沉沒 船上六百多指控貨櫃 在海上載幅載塵 因為洋流流向影響 使得有二十到三十指貨櫃 飄往屏東以及小琉球海域 但在經過二十四小時的漂流 大部分都消失在海平面上 擔心空貨櫃漂浮海面 將會造成小琉球航線上的潛在危險 因此特別要求船長們經過 使要多加注意 另外也透過雷達圖來定位貨櫃群的位置 避免發生碰撞意外 平常我們單趟要到小琉球 大概二十五分鐘 那現在我們大概會剪個一兩節 大概維持在二十七八分鐘左右 發現部分貨櫃出現在岩埔 魚缸以及小琉球航線上 港務人員出動脫掉團隊 將貨櫃打撈上岸 希望能盡快結束這場海上的航道危機 極新聞賴景嘉烏雲千碰一週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好食物 兩天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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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